第182节 哥俩木讷的把石盒递给自己的母亲 然后又极有礼貌的站在云叶身后 看着两位娘娘好一阵的欢喜啊 借口呢还要给他哥俩啊 分班 这云叶就告辞了 把招待娘娘们的事情交给了李泰李克 然后就带着两个小的向书院走去 走了一半路啊 刚转过山包 云叶刚停下来 哥俩就吓得趴在地上 抱着头一个劲的求饶 发誓诅咒 再也不敢把书院的机密往外泄露了 效果很好 云叶暗自揣渡 这样的李安李佑 没道理会交不好吧 现在呢只剩下李鹏城这么一个祸害了 揍起人来指天骂地的没有一点说话不方便的样子 怎么读起书来就磕磕巴巴的让人着急呢 难道说只有通过假手术才能给他自信不成 再看看如果还不成那就只好这样了 云叶若有所思的模样吓坏了背后的李若和李安 还以为云叶在想什么恶毒的主意呢 准备啊对付自己兄弟 如今说实话 连自己的亲娘都不信 外缘断绝 只有老实听话才是唯一的活命途径 哥俩对自己的未来已经不抱一点希望了 刘县看着面前规规矩矩的 言必称谢 说必道请的李佑 李安哥俩大为惊奇 这哪还是皇宫里无法无天的两个恶霸呀 而是两个彬彬有礼的少年贵族 再加上一身的青衫衬托 皇家气度油然而生 看看身后一脸淡然的云叶 悄悄的把大拇指翘得老高 李安 李佑 你们的学号是876 877 分在弟子号楼 三楼306号房间 每日某时起床 一炷香的时间洗漱 超过呢 会受到责罚啊 要跑步四里 晨时尽早饭 然后有半个小时处理内务 剩下的就是课业时间 你会有课程表下发 午时用膳 休息一个时辰后啊 继续上课 下午的课业只有一个时辰 剩下的时间自由活动 身时三刻用晚膳 过时不后 害时一刻 准时入眠 不得违背 你们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俩人同时回答 见李安 有些犹豫 刘县 继续问 李安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先生 我们 有两个时辰的玩耍时间 他从时间表上 发现了这个问题 有些不相信的问 是啊 你们年纪又小 所以课业不重 两个时辰的时间 就是你们自由活动的时间 我建议你们去踢球 或者是参加体术的训练 这对你们非常有好处 不过 自愿 你不参加 也不会有人理会 书院的什么人都出 就是不出废物 你们听清楚了吗 刘县特意给李安做了解释 听清楚了 哥俩回答的声音大了许多 或许书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 除了云烟 自从杨妃 因妃亲自送儿子到书院求学以后 长安这座八十万人口的巨型城市 就流传着玉山书院的传说 皇子都开始到玉山书院求学了 哪里还会有比玉山书院还好的地方 书院里只招收一些皇亲国戚 功勋世家的子弟 把长安城里的地主老财们隔绝在外 官隆 勋贵们已经在享受这个国家的一切了 如今连子女的起点都比自己的孩子高 这如何可以啊 那我们祖祖辈辈就活该只能当下层人士 国子监已经对五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开放了 洪门馆呢 也放下了高高在上的架子 开始在低品节的官员子弟中寻找良才 准备啊 重点培养 好和玉山书院一较高下 争夺生源 云叶在后世为自己的儿子找学校的时候 就对此道极为精通 于是难 刘正慧 再是学术通天 智谋惊人 也不可能明白什么叫西红园里 再加上孔颖达 宋莲 萧宇 这些先生们在帮帮道忙 那国子监和洪门馆只能在这场学生争夺战中 隐恨败败 无他 玉山书院只不过抛出一个简章 有才华的学生 只需要自建 就可以参加书院的考试 考试合格后呢 就可以在书院就读 与其他书院学生别无二致 家境困难的学子 还可以免费就读 甚至于书院有奖学金 可以争取 还可以呢 半工半读 只要你足够优秀 书生意气啊 没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差 都是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 你会比我聪明 笑话 考过才知道 五月的玉山 人头涌涌 山下的农户家里啊 都住满了前来参加考试的书生 甚至呢 有一些是从遥远的外地 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 玉山的大考 让朝廷同时进行的 每年一次的论财大殿 黯然无光 无力行卷的寒门世子 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玉山书院 王爷们需要蜀官 军营里呢 需要长书籍 工部需要专门的人才 罪不济 各大豪门也需要自己的供奉 出路远比朝廷一届 从八品的主部 那要宽得多呀 皇帝对此事不闻不问 就是魏征在庙堂之上 慷慨极昂的诉说 书院与朝廷争夺人才的严重后果 李二呢 也眯缝着眼睛 笑吟吟的听着 朝廷的官员日渐增多 能用的却没有几个 他自己亲自考试 验证了几位将要去各地 担任亲民官的所谓的人才 结果让他怒不可遏 真正的下笔千言 胸中实无一策 遇到旱灾 不知如何应对 遇到民便 不知安抚 只知一味的求援 这民生实物一窍不通 只余下满腔的报国忠心 贼来我死便是 官员清贫安道自首 就足以让天下海燕和清 这样的官员 让李二又是喜欢 又是担心 这样的官员 不会给地方上带来好处 也不会带来坏处 所至之地 八百年都不会有变化 反观书院学生 年纪稍长的高年级学生 就需要参与各项的实习 或是管理一座石窑 再或是管理一群工匠 又或是参与修建一座桥梁 或是参加军营的粮草分配 到干旱的地方 参与救灾 到水涝的地方 帮助排水 还有的在管理云家庄子上 那个小市集 至于宫殿的修建现场 更是有许多的年轻面孔 来回忙碌 参与新画坊修建的书院学生 已经在公开的质疑 长安的官员失位塑参 几十个人的叛乱放火 就让整个八十万人口的巨型城市 陷入混乱 后果如此严重 给官员们平时都在干什么 朝堂上魏征说累了 改由孔颖达继续轰炸 李二脑子里却在玩味 云叶当初请他担任 玉山书院院长的事情 当时以为是胡说八道 皇帝的职责是统管天下 不是去担任一些实质的官职 否则要官员干什么 如今思来 自己还真的需要担任这个院长了 只要是担任院长 书院里的学子都是自己的学生 在天地君亲师中 那自己可以占到两位 是最好的收买人心的法门 李二突然笑了起来 怪不得自己当初让太子担任院长 这云叶都不愿意 宁可把这位子空两年 也不愿意让李成前染指书院 谁能想到两年前自己的一时兴起 居然可以催生一个庞然大物 李成前呢 李成前 你的运气可真是前无古人 你朋友能为你把心操到这个份上 你将来要是做不好皇帝 那真是谁都对不起啊 想到云叶呢 李二的脸色有些古怪 拳头捏得是嘎巴直响 小子啊 我皇家的便宜如此好占的 银会宫廷就是砍个脑袋的大罪啊 有时间趁于你好好论了 朝堂上起了争论 让李二暂时把心思收回来 只见玉池公捏着拳头 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揪着瘦小的孔颖达似乎又动粗 敬得住手 朝堂之上动粗 是何道理啊 陛下 这孔姓老儿着实可恶 说其他的事情也就罢了 微臣自不与他计较 居然我孩儿不用粮柱 随便用几块石头就建起了上京桥 是草菅人命的行径 微臣正要与他说个清楚 玉池公家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 能够食文段子 现在呢 居然可以带着几十人 建一座石杖的桥梁 桥建好了 却有人叽叽歪歪 自然升起啊 桥是谁建的 李二以为自己听错了 玉池宝林建的桥能过人吗 怪不得孔颖达说玉池家草菅人命的 什么时候半傻子都开始建大桥了 全子玉池宝林率领工匠七十三人 用时二十六天又四个时辰 建好的 玉池公咧开大嘴得意非凡 陛下 那座上京桥乃是出入金光门的要害所在呀 玉池宝林不用梁柱 不用木材 只用数百块巨石累气而成 上面虽然十颗精美 却不堪使用 一旦坍塌就会出人命啊 臣指责他草菅人命 有何不可呀 李二担心的看看玉池宫 又看看公部尚书李大亮 哎 看他二人如何解释 李大亮起身对皇帝说了 哎 切饼陛下 供部检验过上京桥 哎 桥建得起没贯大方 借势耐用 没有问题呀 玉池宫跟着说 微臣也担心犬子造出的桥不堪使用 所以呢 犬子完工的那一天 微臣第一个上桥 很稳啊 呃 又让五十名家将 全身中甲 纵马 从桥上 击驰 那座桥连尘土都没有掉下的 一会儿 又使千斤车啊 这数量 从桥头啊 呃 一直排到桥尾 那桥 依然完好 微臣 以脑袋担保 那桥 没问题 玉池宫 从来不对自己说假话 李二清楚明白 所以呢 他的话呀 就信了八分了 正要开口呢 却见长孙无忌 出班说话了 陛下 难道忘记了赵州桥 那座桥也没有梁柱 也是石头垒成 至今 依然完好无损呢 那座桥是 随名将李春所建 那玉池宝林何德何能 与他媲美呀 孔颖达依旧是不依不饶 犬子说 这图纸乃是出自建造士家 公书家的 他家随便出一人 就足以以李春媲美了 于是男在下面急得直跳脚 明明今天说好了 是要攻击玉山书院的 谁知道呢 被这个又臭又硬的孔颖达 给带到沟里去了 皇帝明明知道 也不再提此事 却一味的追问建桥的趣事 今天的打算呢 又落空了 云叶站在山脚下 迎接前来考试的世子 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眼瞅着络绎不绝的老学生 大学生 小学生 那就差点是仰天长孝了 大唐读书的人本来就少 如今长安城自认为有两下的 全来了 书院想不壮大都不行 坐在桌子后边 亲自记录的许敬宗 也音效可不停 只要是看到 气他如碧吕的红文馆倒霉 就足以让他兴奋的一夜难眠 学生 马周 拜见云侯 一个黑脸堂的瘦小汉子 说话声音很洪亮 见到云叶也没有一丝的迥促之感 虽然身穿麻衣 脚踩草鞋 坚持以学生致力 拜见云叶 看你一山破旧 却能不改向学之心 奇致可嘉 书院的学生 虽然都是出自豪文大家 但是进了书院的大门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学生 你不必有任何心理负担 玉山书院只看奇才 不论出身 拿出你所学的才学来 让书院的富家子弟们见识一下 马周还没有说话呢 旁边的许敬宗就先说了 这云叶很奇怪啊 别的学生只是点头叫好 这话呀 从不多说一句 怎么这个农家子一来 这云叶就说了一大堆的话 一定有古怪 马周学子 看你气宇香将来定能成气 也罢 书院就住人住到底 看你行装简陋 身无常物 看样子 是要准备露宿一宿 玉山夜晚寒凉 我修书一封 你拿去给书院管事 让他安排你今夜 住宿在书院的藏书楼 膳食呢 自去饭堂领用 来来 拿上我的腰牌 等你考上之后 还我就是了 说完呢 就在纸上飞快的写了一行字 交给马周 再把自己打饭的凭证 也一起塞了给他 他不能眼眶发红的马周说话 就催促他赶紧上山 不要误了饭食 马周一言不发 给云叶许静宗深深的试了一礼 就大踏步的上了山去 脚步轻盈了许多 老许啊 以后不许和我抢诗恩的机会 看着马周转过山脚 云叶对许静宗说 许静宗挠着下巴问云叶 侯爷 你是如何确定 这马周马兵王一定会是个人才的 咱大有作为者 必有大气韵 有大气韵者 必投生祥云 刚才这位世子虽然寒酸 然富贵之气 只逼我双眼 这回是我将来的同僚啊 现在恭敬一些 将来好见面呢 侯爷对下官也有恩欲有加 难道说我将来也会有大气韵 你呀 当然会有大气韵呢 只不过你头顶的祥云是黑的 我得把你看紧了 一不小心呢 你就会跑出去害人 咱俩都不是干净人 且凑合活着吧 许静宗文言 眼睛瞪得如同同龄一般 书院的球场上摆满了桌椅 那些领到后排的世子依次进入考场 好在今日天上飘着一层阴云 却不厚重 将炙热的阳光折荡在云层之上 有山风吹过 考场里清凉一片 李刚手里捧着一卷纸 站在高台上对着三百二十六名青年世子喊话 苍天作证 我玉山书院将做到公平无义 后土为鉴 我玉山书院将做到一视同仁 不管是官家子弟 还是寒门世子 不论是名家高徒 还是自学成才 只要你们取得六十分以上的成绩 就可以入我玉山就读 若有为是诸神弃之 话音落 一柱粗大的石箱就被点燃了 站在台子下面的书院先生就开始分发试卷 要求世子先填上集罐姓名 而后呢 由先生亲自用纸条把姓名集罐胡上 只有在批阅完试卷以后 才会挑开胡名的纸条 藤卷呢 实在是来不及了 只好这样了 下回呀 有专门的藤朝卷子的人出现 下回来